哈喽大家好,在平时的休闲娱乐中,有一个休闲项目就是台球,不过咱们一般玩的台球就是比赛的是斯诺克,这项运动在我国也是非常出名的,在国际的比赛上我国的丁俊辉也是非常厉害,为国争光,所以这项运动在我国也是非常普及的,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打打台球,消磨时间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,那么对于台球本身大家有了解吗? 普通的台球不过是底时上百,好一点的台球都是要成百上千的价格,在国际比赛斯诺克中所用的台球都是需要上万元的价格,比较在国际比赛中的台球也必须是最好的台球,其实台球的本身材质是合成数值,台球是由好几种不同的合成数值制作而成,虽然是合成数值,但是在硬度方面也是非常坚硬的,要不然怎么可以经得起每天互相之间的碰撞? 今天这小哥也是来测试一下台球,小哥在互联网上花了几百元买了一幅台球,准备利用汽车去碰压台球,来看一看台球会有什么样的情况,在车轮前摆放好台球,之后便是进行碰压,但是结果就是几乎意料,因为台球还是很光滑的,大多数台球都被车轮的推力下滑开了,只有一颗台球随着车轮留下一道痕迹也没有裂开,看来硬度果然不能小叙, 这就是今天的趋势,喜欢的小伙伴欢迎在下方留言,那么咱们下期再见吧,拜拜!